上个周末美军的潜航器在菲律宾外的公海被抢 成了让本已脆弱的美中关系裂痕扩大的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 世界媒体都聚焦在此 那么这个事件的几个基本事实是什么 表面现象下反映出的是什么样的实质问题 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请海涛来介绍这起事件的最新发展 并且来看看这个事件的表与理 欢迎海涛 你好 林森 海涛先说说这个几大要素 咱们这个新闻记者要说这几大要素 时间地带这样这样的一些问题 先说这个地点 那么地点呢就是在这个苏比克 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那有个美军基地 那苏比克湾那个西北方向大概是50海里 大概相当于八九十公里这么一个地点 那么这是什么属于谁的这样的水域 这是个国际公海 这个中国方面也承认是一个公海的水域 那么时间呢就是上个星期四了 那么最新的发展就是说 中国外交部说我们正在和美方有顺畅的这个军方的渠道 正在沟通表示要还 但是什么时间还什么地点还还 还没定下来 美国国防部最新的消息也是说 我们和中国方面正在协商 归还的时间和地点 他不愿意透露具体的细节 但是就是一定还这时间和地点 还没最后敲定下来 但不会有消息说 可能在星期二就是明天 美国时间明天 在还是那一片空海区域 来归还美国的这个无人的潜航器 这是最新的发展 消息发展 这个事件的这个性质 我们再来说一说 就是我们注意到 就是说使用的这个语言 当然中方使用的语言 就是说呢 我们是发现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捞上来了 或者就叫俘获了 那么美方呢 显然使用的语言就不太一样 当然就是说 最早出来的就是说 你能不能是偷了 或者是被劫走了 非法拿走了 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 按照就是双方的说法呢 就是说美方的说法 它是基于在基本上的事实 就是说当时这个潜航器 被中国海军人员发现的时候呢 美国的海军人员也在现场 就是说他就当着美国海军方面的人员面 把这个潜航器给拿走了 从一个大船上下了一个小船 小船呢就开动那个潜航器呢 把它拿走了 应该说是就是当着美国人的面 把它拿走了 美方国防部的发言人使用的 正式的语言是 非法夺走了我们 就是illegally seized 就是他是用这种 抢先拿走了 对就是非法地把这个拿走了 那么中国方面 他是用了就是说 我们发现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俘获了 一个不明的装置 一个装置 那么为了防止什么公海上出现 什么安全危险 我们把它拿走了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就是带回去要研究一下 那么他这个 就是双方从这个描述来看呢 就是中方也不否认 就是说我们在国际公海上 拿走一个东西 后来我们回去一查 为了 说这是美国 美国的我们就决定 要把它还给他 这是中方的说法了 现在川普当选总统说不要了 是是是 川普这句话引起了 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 今天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 专门针对川普这番话 发表的社评 那么我们看看 环球时报呢 就川普当选以来 大概短短的 不到两三个星期内 他发表了这个七八篇的 专门是标着川普的名字的社评 就是对这个川普的一举一动 都非常的关注 说到这就是我们这个事件 就让我们想起了15年前 2001年的就是 美中两国的这个军机 相撞击事件 然后呢 中国是扣留了美国的这个军机 然后还扣留了这个机组人员 这两个事件好像看起来像是非常类似 非常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当时那是在那个海南岛上空不远 他发现了 然后这个机组呢 被迫降到海南岛上了 这个是中国的领土上 他不采取行动不行 而这次呢 这个无人潜航计呢 是在菲律宾的这个海域外发生的 我们要 大家要重视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离所谓的中国的九段线 是在九段线之外的 而且离中国海南岛 是要1000海里 要比那个离菲律宾的50海里 要远的多的多 所以是你这个从哪个方面来讲 都是说美国的这个道理 它是站在这个国际公海的 中国也承认是在国际公海 就是和上回那个撞击事件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但是有一点是说撞击也好 这个无人潜航器也好 中国方面都是想需要拿到它的技术 那个EP3那个侦察机呢 中国方面已经把那个 该拿的技术他们已经拿到了 美国那个飞行员破坏了一部分 但是中国方面拿到了不少部分 那这个方面呢 因为中国在这几年来 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水下的潜航器 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 大力开发的水下这个潜航器 但是他们需要美国的技术 来供他们来借鉴来学习 谢谢海涛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人记者海涛 好 来演播室参加节目